梵帝綱將以特別方式 遇聖母月經禮聖母馬利亞 每逢星期三下午4時至5時 將會就聖母多個稱號祈禱 並以彌撒結束 另外每逢星期六晚9時至10時 將會舉行火具遊行 並由科馬斯特里舒基帶領重念玫瑰經 在聖伯多禄廣場上 一直懸掛著一幅以教會之母明明的聖像畫 該畫像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遭槍擊 完成手術幾個月後所促成的